當時那個鋼哥找我的時候 他給我看了那個小說 那看完之後其實我還蠻感動的 可是如果要把它改變成電影 我會覺得我好像不太 我會覺得有點惶恐 因為就像我講我沒有養過寵物 我沒有真正的養過寵物 那其實我覺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夠真的很貼切的吧 把人跟動物之間的情感表達出來 所以就是我考慮了很久 可是就在那一段時間發生了一些 就是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 就第一件事情是我男朋友的事情 說我男朋友在加護病房 就是他因為腦中風被送到加護病房 可是發現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因為他跟他弟弟一起住 可是大概就是半夜的時候發病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早上 所以就是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在那中間又發生了一件 就是我的化妝師好朋友 他養了一隻拉布拉路 養了八年 那也是突然在一個月之內 就是被診斷的腦瘤 然後很快就真的不到一個月就走 就因為經歷了這兩件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不管是對 人對寵物或是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其實終究是會面臨要失去 就像現代人為什麼會把很多的愛跟精神放在寵物身上 因為不論是狗狗或是媽媽或是其他的小寵物 就對他們尤其是狗 就對他們來說你就是他們的一切 你不管做什麼他都不會恨你 你不管做什麼他都不會計較 他不會因為你今天變胖了就不愛你 他不會因為你今天禿頭他就不愛你 就他愛的就是這麼寂寞的現代人 大家都會把情感放在寵物身上 那是因為在人身上 或許你得不到這樣全然的付出 然後不計較的付出 不計較的愛 可是在動物身上 你完全可以得到的寵物 我覺得大概就是電視跟電影的差別 我覺得至少在時間上是很充裕的 就是我們有很充裕的時間可以做前置 那我們可以把每一個場景都要求到 理想中的完美 那我們可以讓演員提前去做功課 然後花很長的時間跟狗狗相處 那在電視劇其實沒有這麼優渥的條件跟環境 因為拍電視劇真的很緊張 那尤其是昂檔的電視劇 就是你真的必須拿到劇本 不管你在什麼場景 你就是要拍 那跟電影就是事先都完全準備好 是不一樣 因為我如果在拍電視劇的時候 感覺還蠻聰明的 因為很緊張 因為你常常會在現場解決 突然發生的問題 然後當我解決那件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很聰明 因為其實平常日常生活中 我是一個還蠻笨的人 就是我像像我是那種 報稅也不會報 然後每次什麼單子都放到過期 也沒有交 就是完全就是生活白癡 可是只有在片場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很聰明 尤其有什麼突發狀況 比如說場景要怎麼弄 然後或者到現場的時候 那個陳色要怎麼改一下 然後或者是突然有什麼想法 就會演員可以講什麼台詞 就像這些臨場反應 其實在電視劇裡面都很需要 都很需要你這樣 因為有時候真的場景太醜 醜到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拍才好 可是你就必須得想辦法 還是把它拍好 然後尤其是每次拍完之後播出 他說 這場戲不是在那個什麼鬼地方拍的嗎 怎麼最後可以拍成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很容易沾沾自行 就覺得我太厲害 對就是覺得解決了一件事情 我真的聰明 常常會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一樣 拍電視劇很像是打遊擊戰 可是在打遊擊戰當中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勇猛 對那拍電影的話 就真的是一個非常舒緩舒服 然後會有很多 就連導演自己本身 都可以有時間 有內心系的那種工作環境 所以我覺得兩者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都很喜歡 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人生旅程 就在這一年半之間 發生了很多事情 從我看到 從我翻開小說的那一刻開始 它就好像展開了一段 不可思議的旅程 然後這中間碰到的人 發生的事情 我失去了很珍貴的東西 可是在那之後 我又得到很多力量 然後又再次得到 更珍貴的東西 我覺得 就這樣看起來 就是這一部電影來說 對我來說 已經超越了一個 電影作品的意義 所以我閉上眼睛 我們是不是要一起照顧你 娜娜 雖然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可是我想要再試試看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是一個人的 電影 我看到有人在在那裡 有一個人的